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哥哈 呀 有粉丝私信我 这几天全部要便宜的牛 要便宜 只要便宜 为这玩 无所谓 品项无所谓 不要求不要求品项哈 不要求颜色 什么都不要求 只要好 选个性价比高的 我们正面看一样 正面哈 有一个 有一个抱着玩的哈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能不能给他盘下来 来 我们看一下这面哈 看一下这面 咦 这个美女抱的 咦 美女还挺漂亮的 咦 真漂亮 这个狗嘛 有点刺了 这个多少钱 便宜啊 多少钱啊 多少钱 你想多少钱啊 奶油呢 捡个肉 想要便宜啊 老铁 我想要便宜的 当土狗买 啊 几十块钱想买一个有没有 你不是 送给你嘛 我也不要你几十块钱 我爹送我 你你送我不敢要 因为你给我吃 跟我住 我还要花钱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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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要 不敢要 美女太漂亮 美女太漂亮了 你说的你送我啊 我送狗你 我想要 我以为你要把人送给我呢 哎呦 那太害怕了 太吓人了 我以为把人送给我呢 人送你 你养的活吗 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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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不 养不起啊 不是养不活 养不起 咱聊聊这个狗多少钱吧 你这个狗咱们买的 啊 多少 啊 一口价看我是不是想给你啊 我是不是想给你 多少 八百万 哎呦 这什么狗 我看一下 奶油这个的 哎呦 怎么喂的 叫你喂的这么瘦啊 有点偏瘦 你是不是这几天没喂好呀 没给好 我看有没有病啊 没有 鼻头湿润还行 就是有点偏瘦这两天 有点偏瘦 这个品项也不好呀 尖嘴猴猜的 你看 嫌疑啊 他好的话 这啥价啊 那我这个我知道 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一分钱为一分货 尖嘴猴猜的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个牛串是吗 哎 是不是牛串是吧 这就是牛串 你别生气啊 哎呀 美女 我看看尾巴 我看看尾巴 那尾巴还不是断尾呢 自然尾 辣椒尾 哎呀 我看这个也就值个二百五 行吗 美女二百五 二百五难听 二百六二百六 你傻眼谁呀 二百六行不行 你别带回去了 二百六怎么样 二百六 啊 行不行 二百六 你卖了你回家了 你就这一个狗 你看你抱着玩的 你家里就养着一个嘛 你看你看你 你害怕啥呀 我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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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抢你呀 又不抢你呀 又不啥的 你害怕啥呀 你是不是啊 你看这啥眼神 哈哈哈 你看看 你老是躲我干嘛 我要买你的狗啊 你说短钱吗 短钱你说 你要多少啊 你说那是个价吗 你看田园钱都拿不到呢 你长吧 你长吧 三百块钱是吗 不行四位 他妈可能 是不是能买的法豆啊 哎哟 你这奶油色的脸上开白 然后减罪后塞的偷笑 有啊 毕竟他是个法豆啊 你喂的太瘦了 不会太瘦了 所以你不会喂 对你不会 你养五个吧 没养五个吧 养五个 行 实话 便宜的便宜的 啊 八百吧 你被八百了 你是那三百五十块钱 我给你带走了 啊 你说一点 你说点 哥哥啊 多少 你想 你这小月请一说小月的价 没有这四百多少多少 你说多少 啊 我不缺这几百块钱 我不卖 哎呦 你不缺这几百块钱 哎呦 我不是看你跟着我难受 我都不卖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养 你关键是你不会的影啊 你看你天天 你天天是不是很忙呀 打疫苗了没有 你打疫苗了没有 打了 打了几针啊 就是啊 你 你看你养的叫你养的 苦瘦如柴的 我能 我我我检测 等一下检测 健康 我就给你带走了 行不行 健康 健康肯定是健康的 你这样吧 五百块钱 你看行吗 啊 啊 哎呦 你卖了熟了 你 我给你找个好人家 我不是给你找好人家 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啊 行吗 给他找个好人家 比给他你相复啊 你还可怜八百的 行吗 你看 你看 啊 我知道挺乖的 你看 行不行啊 啊 明娟 啊 多少 六百啊 哎呦 六百啊 六百啊 我看一下 嗯 对呀 这是不是挤娃娃踹的呢 咱们可能是啥豆 你家的那个母狗是啥狗 这是你买的 这是你买的 或者 自己家的 你自己 自己家的 哦 店窝的 小的 哦 我说这个 这个臭的有点 哎 你看 你看这 我也不好意思给你讲讲了 啊 六百啊 行 啊 对对对 看美女的面子啊 看你长得挺漂亮的 六百给你带走吧 行吗 啊 来来 我给你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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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检测一下行吗 你啊 我先检测一下 看一下健康不健康 现在目测是健康的啊 我测一下看其他的有毛病有没有 是吧 来 我给你转钱 评论区留言家人们 评论区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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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